小蕙,老師說過 如果你開辦辦辦辦就要關冷氣 你排最後的就應該要負責關冷氣 不用了,這麼麻煩 開著冷氣,回來就有空,不好嗎 不行,那麼會很浪費電 又不環保的 所以吃冷氣有甚麼麻煩呢 那就行了,走吧 真麻煩 你們倆鬼鬼祟祟拿著袋子 到後花園做甚麼 你知道鬼鬼祟祟又亂說話 說笑而已 不過這個袋子是甚麼 你們為甚麼拿著他走到後花園 讓我看看 給你看 不是吧,你們連吃剩下的飯菜也合作 我真的沒你這麼好戲,你當然我們來 這麼有趣,這部是甚麼 這部是廚餘機,可以把我們吃剩的飯菜分解 造成肥料 我們就是拿這些肥料去學校的元寶製種菜 那聽起來,這部機器也挺有用的 不過不用那麼麻煩 要吃菜就去街市買 吃剩的飯菜就倒掉它 那麼麻煩,為甚麼呢 不是,這些叫做蜜盡其用 昨天晚上,聖敗農夫很辛苦地種出來 如果吃不完就倒掉它,實在太浪費了 所以我們不浪費了 即食剩的飯菜循環再用 這個就合乎環保精神了 唉,為甚麼你們這麼有趣 今早林迪奇叫我關冷氣 說這樣才夠環保 現在你們又說環保 為甚麼你們這麼喜歡說環保 我,我記得了 因為你們都是環保大使 怪得說的話都一樣 不過,我就沒有你們這麼麻煩了 說這麼多環保種 我沒有這麼想的 也只有自己一個坑也沒用的 既然人人都這麼做 倒不如甚麼都不要想,照用吧 為甚麼你說話也不明白 喂,小圍 我們下個星期有一個參觀活動 你有免興趣,一起來玩玩玩嗎 參觀甚麼 垃圾轉運站 有甚麼吸引 但很特別的 整個垃圾轉運站都在山洞裡 聽老師說 那裡整個地下的成金很有趣 聽起來又好像很有趣 好,我也上去看看 同學,歡迎你們來參觀港島西 廢物轉運站 還沒參觀前,先問你一條問題 你猜在家裡丟完垃圾後 把垃圾送去哪裡了? 堆田區 也會,不過沒有那麼快 其實垃圾送去堆田區前 會經過一些步驟 有的 垃圾首先會去民居附近的垃圾收集站收集圖 然後再運去廢物轉運站處理 現在香港有七個廢物轉運站 而港島西廢物轉運站就是其中一個 這個轉運站是依山而建的 處理垃圾的地方在山裡 這裡真的很有趣,好像地下城一樣 你們看看,下面那條就是垃圾收集槽 垃圾來到後就會傾到下面的垃圾收集槽 然後活動地台就會運送到下一層的 壓縮機壓縮 然後就裝進貨櫃裡面 你看看垃圾收集裡面有多少垃圾 哇… 很多 那垃圾處理之後就運去哪裡 垃圾會裝進貨櫃箱裡面 然後再用船運去堆田區堆田 垃圾去堆田區之後 就會從貨櫃裡面倒出來 然後就會用壓土機把垃圾推平和壓緊 當垃圾堆積到一定數量之後 就鋪上泥,保持環境衛生 那各位同學,參觀完廢物專運斬之後 大家有甚麼感受呢 哇,設備很先進 嗯 香港的垃圾真的有很多 那位同學說得對 我們真的每天都在製造很多垃圾 在2007年,堆田區就大約處理了 510萬公噸的垃圾 垃圾多,又有甚麼問題呀 我們可以多建幾個堆田區就行了 這位同學,似乎不知道 大量的垃圾會造成甚麼問題 其實用堆田的方法去處理垃圾 是會花費大量的金錢的 如果沒有適當的環境保護設施 堆田會產生污水和有害異然的沼氣 這些問題都會傷害環境 所以現在堆田區都鋪設有防滲漏層 利用污水管將污水運去處理設施處理 另外,堆田區還裝有抽氣系統 去收集沼氣,以免沼氣影響環境 還有,堆田要用大量的土地 如果我們繼續製造這麼多垃圾 不用很久,現在的堆田區就會滿了 到時又要再找新的地方堆田 而香港可以發展成堆田區的土地 已經越來越少 當你們隨意去扔一件垃圾的時候 其實整個社會都已經付出了代價 而最終受害的就是我們每一個人 所以減少製造垃圾 已經是一件刻不容悟的事 同學,你們今天參觀完垃圾轉運站之後 有甚麼感受? 不如你們用圖畫將你的感受畫出來 之後我們再一起討論吧 怎麼樣?陳小偉,想事想得很呆 沒有,我在想今早參觀垃圾轉運站的時候 看到的東西而已 那你有甚麼感受? 我發覺我們真的製造了很多垃圾 而且還帶來很多環境問題 尤其是法國膠袋和膠袋問題更嚴重 因為他們很難分解,所以污染更大 我們要去扔一件垃圾就容易了 但是要處理它,是很困難的 陳小偉說得很對 很多人都不重視環保 往往因為他們不知道 這些行為會對環境造成很大的傷害 而最終自己也會受愛 就以開冷氣機為例 試想有一個人在家裡 他覺得天氣有點熱 於是就隨便開著冷氣 享受陣陣的涼風 不過他就很少會考慮到 開冷氣的同時 他已經製造了很多環境的問題 冷氣機需要大量的電能推動 要發出大量的電能 就要消耗大量的能源 發電廠不斷地排放廢氣 結果造成空氣污染 影響人體健康 甚至導致全球增溫 造成氣候轉變 影響農業生產 使糧食減少 造成飢荒等等嚴重問題 所以如果不是真的很有需要 我們還是盡量用風扇代替冷氣好一點 因為電風扇所用的電 比冷氣機少很多 所以對環境的傷害也會比較少 那倒是 我開冷氣的時候 也沒想過會對大自然有這麼大的傷害 其實我以前也是這樣想的 後來我發覺其實這樣想是很自私 既然我們大家都是地球的一份子 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是愛會國家 所以環保就像誠實和耐於作人一樣 是人人都應該有的行為 如果人類今天不實踐環保 將來就會面臨很大的災難 所以從今晚開始 大家都要做一個綠色的學生 我現在知道 為何你們這麼緊張環保 你會否還笑我們 拿點吃剩的飯送去廚藝機 那裡是多餘的 不會 那你會否離開房內的話就會關冷氣 當然會 我知道我以前是不對的 所以我想為環保盡一分力 陳老師,我可否加入環保學會 做個環保大使 可以,當然可以 很歡迎你加入 實踐環保可能會帶來一些不方便 但為了我們的未來 這些不方便都是值得的 希望大家會把這個訊息告訴同學 好啊 我回來了,媽咪 哦,回來了 媽咪,如果電視沒人看 就關掉它 啊,對呀 我剛聽完電視,你忘記關掉 哇,好熱啊 為何今天這麼熱啊 咦,你平時一回來開大冷氣 為何今天只要開風扇 可以不開冷氣,就無謂開了 對呀,因為開冷氣會收很多電 傷害環境的嘛 風扇就節省很多了 又不用關窗 日內的空氣也會清新一點 啊,不過 小蕙,為何你今天開口又講環保 賣口又講環保 我參觀完垃圾轉運站之後 不過我們真的製造了很多垃圾 老師說 如果人人都不保護環境的話 最後人類都會面臨很大的災難 所以我決定努力實踐環保 我還做了環保大使 難得小蕙這麼會想 媽媽一定支持你 好啊 以後那些洗米水就可以流回來 淋花、洗碗等 第一,節省水,第二,物盡其用 媽媽,你又知道 我在房裡聽到乖孫 你這麼懂得保護環境 我很開心 所以我就要響應一下 我撿到一大袋衣服 待會撈上布紙、刺紙筒 還有膠瓶 我們拿去回收箱,好嗎 好啊 我想起有些東西給你們吃 青瓜 你們來試試看好不好給 好啊 好吃 很香甜,婆婆在哪裡買的 什麼買的,我自己種的 我記得了 你參加了那個社區有機姦作園埔 是不是? 媽媽,我也想跟你去園埔種東西 行不行? 當然行 這個禮拜日我們全家一起去園埔種東西 享受家庭樂 好啊… 我摘了很多,很漂亮的青花 大家休息一下,過來試試 快點來… 好啊 好甜啊 女兒,辛苦嗎? 不辛苦,很好玩 原來種的東西是這麼有趣的 當然了,看著這些植物從小到大 現在可以收成了 當然很有滿足感 在市區裡面 可以有塊地讓我們種一下東西 真的很難得 其實人和大自然是息息相關的 我們保護大自然,其實就是保護我們自己 所以我們有機會多親近大自然 種一下東西 我們就會感受到人和大自然的親密關係 我們就會更加懂得外匯大自然 我們以後一有空就要陪奶奶種東西 親近大自然 女兒,你在學校是環保大使 你有沒有想過把環保意識 由學校推廣到社區那裡? 也好啊 環保要先由自己做起 然後推廣到身邊的人 學校,然後就是社區 讓多些人參與 效果就更加好了 好啊,讓我回去跟同學說 我們上次說過 今天會討論一下 學校連搞什麼環保活動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建議呢? 陳老師 我想將環保意識由學校推廣到社區 為什麼你會有這樣的想法? 上星期我跟家人去了一個市區園埔種東西 我覺得很好玩 而且還覺得跟大自然很親近 是啊,所以學校也有個園埔給同學種東西 嗯,我想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公開學校的園埔 來給外面的人試試種東西呢? 我們可以邀請附近的幼稚園同學來試種東西 讓他們小小的就培養 愛護大自然的精神 多些人參與環保嗎? 嗯,好啊 嗯,這個主意不錯 我們社區有很多回收商 不如我們就搞一個回收大行動 鼓勵同學回家跟爸爸媽媽說 盡量利用回收設施來回收物件 嗯,我們還可以在學校的天台種多些植物 讓附近的人看起來也更漂亮,綠色一點 好啊,而且種植物還有降溫效果 環境清涼一點,打氣也少用一點 你們很有創意 對了,實際環保不單是一個人的事 我們應該鼓勵其他人一起做 這樣我們整個社區環境 甚至是整個地球都會越來越好 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aspiring產生的辛苦 我們得同感令人看起來 嗯,帶我去帳道